大家好,我是Miao Wu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2014年的纪录片 《巨变之后,当地球停止转动》 假如地球渐渐停止自转 那么对人类会造成哪些灾难呢? 看完发现,这会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疯狂世界 我们的太阳系诞生于45亿年前 由于团不停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形成 在形成之际,所有的行星都保留了原本的旋转态势和力大 在赤道地区,地球的旋转速度超过了1600公里 其实地球的旋转一直在渐渐变慢 大约每10万年,地球的自转周期就会增加2秒 但如果我们假设地球快速减慢自转 5年后就会完全停止转动 那么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吗? 在第一天,每小时自转时速仅仅只慢了1公里 虽然没有人能察觉,但飞机却将大受影响 大部分客机都是靠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导航的 精准的系统无法适应变慢的地球 会只是飞机降落在离机场很远的地方 成千上万条生命将陷入危机 科学家们也会意识到问题所在 并对可能引起的灾难发出预警 而未来的不确定性将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直接导致股市全线崩盘 两周后,地球自转时速变慢了15公里 空难数量也大幅增加 使人类不得不取消绝大部分的航班 大家被迫更换出行方式 这将挤爆巴士和火车 另外,人们需要电机较准时钟来和大自然进行同步 当然,时间只是人类碰上的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将是海洋问题 自转的力量使地球中部赤道地区平均海水深度比两机来得深 一旦这个力量减弱 赤道地区将有10亿立方千米的海水 会因离心力的变化开始向两机移动 三个月后,基地的水位就会暴涨 从原来的水深4500米变成13000米 北极圈附近的居民将全部撤离 而英国和欧洲大陆也因基地海峡中的海水流走而连在了一起 同时,墨西哥的面积也因海平面的下降比原来大了三分之一 另外,海平面的高度变化还会使大气层发生变化 人本它均匀分布在各地,便和地球同步转动 现在,大气参也将随海水向极地移动 这使热带地区的空气变得异常稀薄 让人难以呼吸 北半球海拔2500米的城市就会让人产生高原反应 渐渐的能让人呼吸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 那些靠近赤道的城市都因空气稀薄而沦为死沉 海水渐渐消失,让原本的海滨城市变成了干河的内陆荒城 澳洲变成了连接印尼的新大陆 亚洲潜水海岸,如香港这类的港口城市完全干河 全世界的船运都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更糟的海在后面 地球分成液态地河,固态地慢和坚硬的地壳 它们原本是一起旋转的 但现在每一层慢下来的速度却都不一样 这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 把地球从里到外的撕裂开来 海底深层裂缝释放的高热量会害死无数的鱼 尸体最终被冲上岸并堆满沙滩 那些不在地震带的地区也将面临地震 火山喷发和地震会摧毁公路和铁路交通 切断城市的交通主干道 当然,现在也只有仍然幸存的逃亡者 才能见证这些地质巨变 对它们来说,没有一条路线是安全的 但不想坐以待毙 就必须冒险出去寻找宜居带 可如今,户外的太阳辐射也已经筋飞细笔 人本地球铁质核心的快速旋转 会产生一种看不见的磁器圈电厂 它会帮人类阻挡大量的太阳辐射 现在磁场减弱,防护罩崩溃 那些仍然可以维持呼吸的地区 日照也将是致命的 出门暴晒不能超过15分钟 所以必须全副武装遮盖身体 在自转变门了一年后 一天变成了30小时 各地的水域依然处于异动中 由于现在基地水位高涨 英国和欧洲北部地区又重新被海水吞噬 原本那里生活着上亿人口 现在只有少数幸存者能找到安全的避难区域 比如科学家在堪查斯州建立了避难所 不过在那里大家需要自己风衣阻食 两年半后一天时长变成124小时 幸存者们需要适应60个小时的白天 这时刻折磨着他们的睡眠 就像经历永久性的严重时差 视线变得模糊不清 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那婚姻过度疲劳而麻木 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古怪且难以理解 同样的大部分动物无法适应这种疯狂的环境 而陷入了灭绝危机 由于海洋移动到了极地地区 在地球的中纬度地区形成了一块巨型大陆 一群旧金山的海洋学家试图航行去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这无疑是铤而走险 但也是为了求一条生路 在自转变卖的第四年 一个昼夜需要26天的时间 地球也没有四季的概念 只剩下炙热的白照和寒冷的黑夜循环往复 粮食送物没有充足的日照也无法生长 温带雨林一旦受到寒冷侵害 就再也无法复原 植物只有北半球背部的寒带森林能活下来 北美的城市已经被汇聚在那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吞噬 在这个浩瀚海洋不断移动的世界里 没有几个地方是安全的 绝大多数的城市被彻底摧毁 空无一人 而那群海洋学家一直向西航行 寻找那会由海底演变成的新大陆 那里地势很低 空气就不会那么稀薄 但由于一切挡航工具全部失效 它们只能靠运气 可在这个险恶却多变的世界里 天气越来越难以预测 地球四转让空气的移动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 北半球吹东风 南半球吹西风 新的高气压系统形成 影响了整个地球 海上一场风暴就可以持续数周 同样的 陆地上及夜降温所带来的暴风雪 同样可以持续十几天 直到太阳出来才会结束 全世界的生灵都将面临这样残酷的好眼 地球变慢四年半后 太阳每次停留在空中的时间长达16天 海洋流向基地地区形成了两个新大洋 堪萨斯州变成了海滨城池 这倒是方便了避难所里的幸存者们在海边捕鱼 但也只有像雪鱼和金枪鱼 这类冷水性鱼类还没灭亡 而海中的那群海洋学家终于登上了那块巨型新大陆 虽然上面的生存资源有限 但如果他们能活下来 就能拥有全世界最大最适合居住的土地 在一些没有沉默的内陆城市中 同样有一批新存者 他们靠着四处搜罗之前人类保留下来的资源活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食物耗尽电力不稳 又很难找到干净的水源 他们的生存也就变得最为艰难 想在这怪蛋的世界重活下来 人类就必须生活在水边 有些人撑不下去选择冒险离开 寻找新的生存质地 随着其他动物的灭绝 海洋成了仅存的动物蛋白来源地 那群海洋学家已经建立了小心生存营地 靠着锋利发电蒸馏海水 并打算在新的北海海边发展农业 地球自转完全停止后 人在绕着地球攻转 所以一年只有一个昼夜 海洋气候及大气层也停止改变 地球的中央露出一圈巨型大陆 海洋分布在地球两端 从极地一直延伸到中尾地区 靠近赤道的地区没有空情 一片四季 就算是新大陆 也有一半以上的地区 因海拔过高而不适合人类居住 阳光犹如强烈的聚光灯般照射在地球上 塑造之处万无接受强风摧残 而正好处在阳光照耀区边缘的新大陆 则暴雨入住延下了一个月 这正好给人们提供了足够一年使用的淡水料 但另一边的堪萨斯州避难所就没那么幸运了 没有风没有高气压和低气压 虽然因此天气稳定 可这也意味着降水量的减少 因为没有风带了暴风雨吹向陆地 大部分鱼只会下在摇软的海面上 而且没有电力 也使它们无法积蓄足够多的淡水 慢慢长夜 气温将比从前极地的平均气温还有第20度 新的极地地区海洋结冰 且将全年保持冻结状态 在静止的地球上 那些生活在堪萨斯州的幸存者们再见难逃 又一年过去了 全球已经超过65亿人丧生 暴雨和干旱 寒冷和炙热 黑暗与光明 也将在现存者的余生中不断循环往复交替下去 一旦自转停止 整个地球将变得截然不同 虽然这种情况不会突然发生 但这个假设让我们看到 地球的自转太过重要 它维持着生态的平衡和稳定 这一切是那样的脆弱且难能可贵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长年撒狗粮的猫